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所以我不能失去他 不管 生活多么精彩 但是我只要一想到我的儿子 我就什么都不怕 我是一个孤儿 我在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亲人 所以斗的是我唯一的亲人 唯一的亲人 你还是不把我当亲人干 姐姐你别扔了 姓黄的王八蛋 出了事躲起来 现在叫我一个人扛 姐姐 这事我查清楚了 是黄总在外面欠的风流债太多了 有人故意报复他的 姐姐 是你比较倒霉啊 你明明知道他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当初不拦着我 我杨你是干什么似的 我 我说过的 你听我的话吗 你说过 你只说让我不要靠秦总一个人 你现在又说这种话 你给我滚呢 我要屡败以战 我要屡败以战 还有机会的 不可以严败 安秀妍 永不放弃 吓死我 吓死我了 你怎么会出现在我家呢 你 你干嘛来我家呀 不是啊 不是啊我 我突然之间发现 这个院子好像挺大的 还有空气也挺好 所以我来 来看看星星会不会特别 亮一点 好看一点 大老爷跑来就是看星星啊 好吧 你继续看 我去睡觉了 秀妍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这还差不多 也算坦白点 说吧 你跟那个江浩然 到底什么关系啊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我希望你可以亲口告诉我 姐姐 你这是干嘛呀 你别吓我 我就不相信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 他还会无动于衷 姐姐 你这是何苦呢 全天下 又不只有秦总一个男人 有权有势的男人 多的是啊 你懂什么 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到头来还不如那个垃圾谱 我让他去 我让他赢了 你送他 给他 还有医院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 你就死定了 快去啊 我马上去 金松平 一个女人为你自杀 我看你这么收场 蒋浩然啊 跟我是哥们 我们俩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 为什么你不早一点 跟我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呢 你应该从一开始就跟我说 有这么一个人 有这样的一件事 那不就行了 你又没问我 我怎么说呢 再说你这个人 真的很奇怪啊 整天喜欢胡思乱想 一神一鬼的 喂 那我经常看到你背着我 跟另外一个男人通电话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上了别人的当啊 说得好 怕我上当 在这一点上啊 你应该学学你妈 她虽然比较凶 但是起码她比较直接 比较坦白啊 我说你这个人还真是 不记仇啊 你不记得当初 我妈训你的时候 是谁帮你说话的 你还记得吗 算了吧 都过去那么久了 不要再提了 你的电话 喂 是我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好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谢谢你啊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这么紧张啊 那个方 我 秀妍 我想我得走了 大哥 怎么样 方子依没事的 服侍大量安眠药 已经给她洗过胃了 真是悬的 如果再来晚一点 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我去看看 小颜 秦总 今天 姐姐她说要自己静一静 就让我先回家了 我走到半路觉得奇怪 就回来找她 发现她 发现她 姐姐 你为什么送她来这么远的医院呢 那个 因为 你也经常来这个医院 是姐姐她自己说的 我 你怎么说 她在哪里 我 她 她 她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有 她 我 你 我 这些话是谁叫你说的 我 我自己 秦总 您先看着姐姐 我给您倒茶去 你 Folker 熊妍 熊妍 好人 二人 不见了 什么 你说什么 我刚刚 上各主的工夫 你一出来 阿热就不见了 你说你干什么 行一个孩子都看不住 阿 傭妍 如果出什么事怎么办 熊妍你没事 你放心 这边她都认识 不会有事 什么事 遇到坏人怎么办呢 阿仁这么精明 遇到坏人绝对没问题 可是 有个万一怎么办呢 这不都怪他嘛 你呀 就是你呀 你看不好小孩子 如果他有什么事的话 我跟你没完 怎么你们都怪起我来了 你们两个去风光 出了事找我 我凭什么给你们看孩子 我也不知道他爸爸 你说什么呢 不是 不是 你们啊 口口声声说 陆结毛要有真实性 干嘛不敢提安然呀 还有你 整天女儿长女儿短的较量 到关键时刻都不敢认安然 不是 害得我还带着孩子东躲西藏的 我干嘛这么倒霉啊 叫后人 他后来就没把我当女儿子 你 安然 你让 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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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云 你别碰我 安然 你不能送主力 说什么 偶像不可以有孩子 不可以有私生女 安然 他不是私生女 他是骑兵的女儿 我担过他父母 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现在他不见了 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啊 别说了 行了 行了 你们俩别在这儿赌气了 咱们赶紧找人吧 你们想想 安然他平时喜欢去什么地方 杜月你 没有你爱能处吗 关我什么事啊 不关你事吗 不是 我 我看着他好好的 我 我感觉是怎么了 说话呀 你把我感觉是怎么了 说话呀 安然他 离家出走了 那你们还不快去找啊 这么晚了 你女孩儿粗点意外怎么办呢 那万一粗糟糟糊了怎么办 你说什么的你 小妹妹 小妹妹 你有什么事啊 你要买票吗 那你去哪儿 姐姐 我就这些钱 你看我能去哪儿 小妹妹 你的家人呢 我没家 那我不能卖票给你 小妹妹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女孩 这么高 输了两个小辫 谢谢啊 许云 你怎么不找啊 你找的地方 我都找了 秀妍 秀妍 你别这样 你要振作 爱人肯定能找到 你不能放弃啊 秀妍 秀妍 你别这样 秀妍 你别放弃 找到没有 没有 没有 我的拱人还蛮成着的 你说说你们啊 那么多人看个孩子 还一看丢 你们都干嘛吃了 大人 这行的也是 也太不让人省心了 是你能丢我女儿的 你把我女儿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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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妍 秀妍 我错了 我错了好不好 我错了 我老包错了 我对不起你 咱们现在就去找安人 如果安人找不着 我把我老包的命赔给你 怎么样 秀妍 你振作点 秀妍 你振作点 安人还没找到 你别自己掀垮了 你别自己掀垮了 殃杀陀 商人 你动手 你 alde 你给你看 他 他 你不合了 我 你 就是 我们 你 你 不 你 烟暗生在我里面 一年一年到夏天 烟儿嘻喃穿花椅 烟儿烟暗飞向前 烟儿妈妈好思念 烟儿烟儿飞向前 烟儿妈妈好思念 烟儿烟儿飞向前 烟过江海 飞天边 烟过江海 飞天边 烟过江海 飞天边 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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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回来 你上哪儿去啊 你看你把你麻鸡成什么样了 你管不着 什么叫我管不着 你现在吃饱儿硬了是吧 你是大人了是吧 不听大人的话 你就离家出走 你别管我 这孩子是被你惯的 你看你把你麻 骑成什么样子了 你看看呢 你一点不懂心疼的是吗 她是你妈 她会在乎我吗 她不是嫌我爱事 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我从来都没有嫌你爱事 从你小时候 被送到我身边开始 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照顾 我知道我在你心目中 我永远比不上你的亲生妈妈 但是我吻心不愧 我永远把最好最好的东西 留给你跟逗逗 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不是说我是私生离爱事吗 你口口声声说不嫌弃我 那为什么人家采讨你 你就故意叫老包去开火 没有 我错 是我 我不对 我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 我以为你大了 你懂事了 可我没想到我错了 这事不是你妈的问题 你妈真的很爱你很疼你很关心你 我在这给你道歉 我对不起了 可她还是这么做了 既然在你们心里 我根本就是多余的 那你们还来找我干嘛 好伤心 我act sorry 阿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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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INTO 阿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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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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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阿然 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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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 阿然 你别跑 你 你怎么开车的 你吓死我了 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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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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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妈 你看 你刚刚喊我妈 其实我早就想喊你妈了 我只是觉得我是个累追 如果没有我 就可以把所赚的钱全都给豆豆治病 也不用给我交学费 如果没有我 也没有人气你了 我听他们说 因为我 才让你大不了明星 你大不了明星 就不能给豆豆治病 我不想因为我 你大不了给弟弟治病 谁告诉你这些活照话呢 你不是为主 你是我的宝贝女儿 如果家里没有你 的话 就不成家了 你是我们家 不可缺少的一个 我 我不愿意当什么明星 我根本就不喜欢 但是我不可以没有你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可以没有你 豆豆眼神 不可以没有你这个姐姐 你就是为主 你没有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 你帮我 我跟你偿来 你去你 我跟你一着 你在这里 你去我 你去哪里 你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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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收视率居然达到了百分之一十八点八 是今年电视剧栏目收视率最高的 那很好啊 秀妍现在是打出知名度了 光是邀请秀妍参加节目的栏目组就有五架 要请她参加演出的也有两架 正在拍摄的电视剧组也来了好几个 可以客专一下 我们正在给她调整档期 看来下一段时间啊 秀妍是有的忙啊 嗯 秀妍 恭喜你了 秀妍 秀妍 你们怎么了 李总 我觉得这期节目吧 不太真实 什么 孩子没有生病吗 孩子没有生病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还有一个女儿 她今年十二岁 她不是我亲生的 她是我丈夫跟她前妻的女儿 她妈妈去世后 托付我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她 但是节目播出之后 她以为我嫌弃她 所以她就离家出走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可以再瞒下去了 美芝 其实做不做明信 我倒无所谓 可是我绝对不可以 失去我这个女儿 李总 其实 这事怪我 我应该早一点 向大家解释清楚呢 昨天安然出事了 我才请不过来 我觉得 我做得太不应该了 我不应该想让秀妍出名 却伤害了一个孩子的心 李总 好了不用说了 秀妍 这样吧 我们再给你做一次节目 把你所有真实的生活 原封不动地搬到银瓶上 没有半点虚假 你是一个坦荡 坚强的女人 你是一个不被任何困难 压倒的母亲 如果让观众们知道你这些 我想她们会更喜欢你 好 秀妍 啥也别说了 好 站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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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你 你 你 浩然 你来了 怎么 今天没有给该吃不该吃的东西吧 雷震 我在你心里那么出现 我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你听听讲现在真的错 嗯 对 真的错 哎 呃 那这样 嗯 怎么呢 哎 你这是干嘛 我要谢谢 其实一开始 你让我跟秀妍进你的公司 并不是因为秀妍唱得好 是因为你同行她 包括她第一次上来出床 你给了那么大笔压力 继续支持她 如果没有你的帮忙和支持 就没有秀妍的今天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 浩然 你别那么客气 如果我们没有合作 也不会了解对方啊 而且秀妍走红 给我们公司也带来了利润 我们是互惠互利嘛 而且 你和秀妍给我带来了商机 还有 还有给我带来了那么多快乐 雷震啊 认识你 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你 今天怎么打算呢 你是不是要跟秀妍一家 继续生活下去啊 这个 我还没有想过 那 你对你自己的生活 是怎么打算呢 啊 哦 哈哈 公司 公司 快来 逗逗 公司 逗逗 逗逗 怎么不这样 来 快快送一下 Critia 都知家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儿子痘痘的情况 你方便跟我们谈一下吗 这个呀 这个问题属于个人隐私部分 我们就不太方便跟你们谈了 要不您看这样吧 今天就采访您到这儿 我们可不可以跟您一起到医院 采访一下您的儿子痘痘呢 希望您 不行 不行 我绝对不会拿我儿子 炒作我自己的 再说 痘痘现在在医院 你们忍心这样子折腾他吗 对对对 作为母亲的我 绝对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的 是是是 不好意思啊 那请您再多说两句话 那个 我们还要赶下一个活动 好 来 下 二小姐 真的这么说 在医院压力面前 我看着怎么应付 有消息随时通知我 醒了 你走吧 我想独自待一会儿 不是你说要见我吗 怎么我来了 你又想自己待着了 那好啊 你自己待着吧 我先出去吧 宋平 我都这样了 你还对我无动一中啊 你还能发那么大脾气 看来你是完全康复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以为我是装的吗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我没有说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种态度啊 为什么你不能像以前那样哄我 让我开心呢 一直以来 我都把你当恩人 我崇拜你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我任性 你不喜欢我这一点 但是我也在改啊 我一直都在改 我可以为了你做任何事情 我一定会改好的 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呢 宋平 你相信我 待会儿我们要拍一个广告 时间差不多 秀妍 秀妍 你来了 逗逗出事了 在急救世呢 快快走 快走 你不能用 我不要你 我不要你 你 zoo 我 我 我 除了患肝 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可是现在 很难给他的病下结论 阿姨 我弟弟会死吗 小朋友 你放心 我们当医生的 会尽力治愈病人的 你发誓 我发誓 阿姨 你放心 陈医生是从来不会骗人的 放心吧 你相信我吧 我经常对我自己说 如果没有你 我是不会有今天的 我不想失去你 我不想失去现在的生活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女孩子 有很多很多 但是她们都没有我幸运 所以我会 我不是因为爱你 在帮你的 当初是因为我看着你 算了 以前的事不提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是一个轻易 就能爱上一个女人的人 你是一个高傲的人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如果你一旦爱上一个人 那便是一生一世 我想要做这个女人 你说的没错 我一旦爱上一个人 就会爱她一生一世 但是我要告诉你 在我心里面 已经有别人了 宋平你不要这么说 我真的是可以 为你去死的人 你不会爱上别人的 因为那个人根本不存在 你心里的位置 依然是空的 只有我才能听爱她 你才能明白 为什么你总是听不懂我的意思 爱情是不能勉强的 你知不知道 宋平 宋平 我没有别的蛇情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宋平 你不要这样好吗 还有 我希望你不要 以这件事制造绯闻来要挟我 我从来都是吃软不吃硬 那 秦宋平 是不是因为安秀妍那个女人 你告诉我啊 你现在对我这种态度 是不是因为对我没感觉呢 还是因为安秀妍 你回答我呀 你不会爱上那种女人的 是不是 你不会爱上安秀妍的 你生我的气是因为我的绯闻 你最介意这种事了 你生气了是不是 你回答我回答我呀 方紫衣你不要再烦我了好吧 我请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 都推到安秀妍身上 便宋均 金宋平 醒兽 你好点了吗 痘痘 没事了 你可把你姐姐给吓坏了 没事了阿姨 谢谢你 蒲 foods真乖 阿姨 谢谢你 等我妈回来 我一定叫她把钱还给你 安然 不用跟阿姨客气 没事的 姐 我想妈妈了 豆豆 妈妈在忙 阿姨已经叫人去找了 她很快就回来 别着急啊 豆豆 妈妈正在努力赚钱给你治病 你不要怪她 姐 我不怪妈妈 我就是想她了 有姐姐在呢 乖 睡一觉 小妍 没事吧 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小妍 小妍你不要着急 周助理说了 每日已经来医院了 孩子抢救及时没事 有事儿了 怎么了 啊 啊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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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才俩都快急死我了 妈妈在演出啊 我们得到消息就赶过来了 豆豆没事了啊 豆豆 豆豆你好点都没有啊 哎哎哎哎哎呦 妈我好多了 嗯 哎呀 你们真是的 逗逗都快把我吓坏了 幸亏有你在 好孩子啊 不是因为有我 幸亏有阿姨在 谢谢你 李总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逗逗的身边 还是需要留人的 我妈说 逗逗的病 一定要做肝脏移植手术 才能治愈 修理 什么都可以耽误 治病是不能耽误的 如果你需要钱 我可以给你 不用 这些钱 我自己可以赚到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我快赚到 给豆豆做手术的钱了 刚才是阿姨 给豆豆付的医药费 那好 那你在我片酬里扣吧 没事 其实我 美侄 蘋果 比我 你们都到了 那我走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 没事 阿姨再见 án ……不动好好的啊 再见 美侦 ا 我送你 豆豆 姐姐对你多好啊 美芝 谢谢你 你也知道秀妍这个人什么都没有 但是自尊心太别强了 所以你 我刚才说错什么了吗 没有没有 你没说错什么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 我要重新认识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其实今天这事 你完全可以交出手 可是你自己过来 听周助理说 你下午的会都取消了 你帮豆豆付了钱 陪豆豆到现在 刚才我看你 为豆豆吃苹果的时候 那一幕真的特别可爱 我也是第一次照顾孩子 不过说真的 刚才我挺害怕的 担心豆豆会出什么事 没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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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替秀妍谢谢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